在京郊某训练场 一场紧急出动演练正在进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武警北京总队 机动第一支队特战大队的训练场 新兵的刚刚夏连就马上投入作战状态 参与到这样一场全流程 全要素的紧急出动演练 像这样的夏连第一课呢 在这支部队已经形成了一个 雷打不动的传统 就是要让实战化精神 镇刻到美名官兵的心中 他叫孟涵阳 是一名特战小队长 演练一结束 他就进行复盘 对新战士的表现展开讲评 目前我30岁了 但是我依然可以做到各科目全优 所以我就要求我的队员 要向我对标 他们比我更加年轻 比我更加有活力 动作也比我更加迅捷 思维也会比我更加敏锐 所以我就要求我的队员 在训练场上 跑步的时候 永远要比我快一秒 打枪的时候 永远比我高一环 2013年1月29号 习主席来到支队官兵中 了解大家的训练和生活情况 作为新进士官的孟涵阳 详细地为习主席讲解了手中武器的性能和助援 习主席冒着严寒到我们部队视察 观摩了紧急出动演练 查看了部队装备 详细了解新兵的训练和生活情况 主席的殷切嘱托 激励我们全体官兵 在今后的工作 训练 生活中 卯足了精气神 把我们的工作重心 放到军事训练上 苦练杀敌本领 杀敌 杀敌 科学制定抓训方法 会议室里 支队作训科科长徐靖 正在对近期训练情况进行分析 这几年 支队在生化科技强训的过程中 创新出大数据小数字抓训方法 精准掌握官兵的训练情况 我们单位通过大数据小数字 衍生出一个个人训练卡 在这张卡上 客观反映了我们训练阶段的话 训练科目 内容 以及所要达到的效果 尤其是这张卡 客观地反映了单兵的训练素质 使之第一时间 能找到自己的短板弱象 战士许龙涛 武装武功里 在支队比武中多次获奖 但是双杠却是他的短板弱象 我的双杠科目 一直排在中队的中下游水平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根据个人的训练实际情况 和中队以前课目安排 制定了一个军训练课目表 比如说俯卧撑 推杠铃 来提高具有的一个爆发力和耐力 双杠成绩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敢于攻坚 善于创新 也成为这支部队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帅鹏南是作战支援大队的一名战士 主要担负无人机操作员岗位 这十年间 随着多型侦查装备的更新换代 他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我个人感觉变化非常大 就无人机而言 其功能由过去仅有的摄像拍照 到现在的卫星导航 跟踪定位 坐标测算等功能全面提升 其自在的信息处理平台 可以让我们及时掌握关键数据 去年的一次救援演练中 支队模拟了夜间环境下救援的复杂情况 侦查员携带侦查装备到现场采集全景画面 通过侦查车内的卫星舰链 将现场画面实时传输到指挥所 我们作为武装侦查力量 就是要在融合训练 体系作战中 发挥出侦查预警功能 用好用活新式装备 特别是无人化 智能化装备 有效提升 权签后多地域侦查能力 部队编制体制改革 支队担负任务趋于多样化 专业化 近年来 这个支队圆满完成重要活动执勤 重大演习演训 应急抢险救援任务 先后四次通过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达标考核 在2020年 被中央军委表彰为 全军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十年来 支队始终牢记习主席勉力助托 牢固树立 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耿本标准 大装实战化 裂兵备战 在锤炼制胜本领上下招法 在砥砺战斗血腥上下功夫 部队遂行人物能力得到了协助提升 今后 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打到二十大精神 积极投审 强久实践 为实现戒九百年奉斗目标贡献力量 贯献力量 监制胜本领上下招法 最后 贯献力量 贯献力量